内地银行可能获发券商牌 我也想问Adlis 其实是什么 不过他未必能回答我 我留下来问Candy 是否等于运业经营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银行 包括是Boco 招商 那些都有证据业务 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很久以前 内地是OK的 后来就是要分业经营 分管 之后就不允许 现在如果银行方面 又可以经营这个捐商业务 又变回运业经营的时代 不过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是配合之前 我觉得跟仰利是有关的 因为基本上 现在银行方面 其实那个是传统的泰存业务方面 似乎就要弃分部分利润 来到为大众服务 为了令到银行方面 保持合理的增长和利润 就是让它做多些非利息拾 其实这个都是大趋势 你看到其实 内地银行方面 那些非利息拾的 百分比的增长是越来越厉害的 但现在在内地占比 都是小 可能差不多两成左右 但你看回国际银行 或者香港那些 其实非利息拾的比重是多很多 因为你不用自己的 bounce sheet 那你基本上做一些 是用金收入的东西的话 你的生意可以做多很多 但我觉得就不 其实香港银行 大家知道 就是可以 混业到云 可以没有规管地 就是经营证券业务 不过不是没有规管地 就是禁管局 就归管一些证券业务 但就对券商 就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因为大部分的客户方面 都有银行户口 其实它本身已经有了银行 那些客户的data base 还有提供一些贷款 或者是转钱上的方便性 是高出很多 所以对于券商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应否运业经营 其实我觉得就 外面各有各的意见 但我是不喜欢香港那个 是一业两管而已 就是一个正血业务 银行的就是金管局 是 券商或是经纪行那些 非银行类的正血业务就是证监管 这个是 有什么不好 很大前途上不好了 你上一货 你上一货 我Marvie解釋给你听 是吗 那我就说了 其实因为 如果大家在这个证监会监管就知道 其实证监会是专注监管 这个是证券及其科业 所以变成了他的精神百分之百 就是监管这些东西 所以就一定是那个标准上的话 就严重很多的 我不是说金管局不严重 但是金管局 喝咖啡的次数都多了 通常看什么呢 最重要是看银行方面 那个是泰存的业务 因为那个是证券业务 或是投资业务方面 是不会影响银行的资本的情况 金管局最怕是银行方面的资本情况 坏了问题 所以他一定的百分百的精神都在监管那些 所以形成了其他相关业务方面 那个标准可能和证监管就不同了 其实早很多年都有讨论 是不是应该香港银行的证血业务 是交回给证监管的 不过就搞不定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题外话来的 但是我也是搞不清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知道的 不过就要搞清楚 你现在很多的内人都有证血业务 跟你说现在的新安排的分别是什么 或者有什么好处 好像外面说得那么好 那你现在内地银行的证血业务 不是包在内人的主族里面 是独立的 变相麦后也有提及 你平均策策都独立出来 甚至乎你所有经营 所有东西都理论上说 就不会真的关于本身银行的事 所以如果以来 如果真的这样走回这个 又发卷商牌给银行的话 反过来可能在银行里面 自己又可以开卷商业务 变相到时就刚才提到 无论平均策策策 所有的营运都可能真的关于银行事 可能这个又会形成 就是那个 就是优势上面说 可能又会明显多一点 因为始终你靠银行的话 就是刚才Kennie都过来提到 就是理论上说 你大家都有银行户口 或者各样东西 那你终于推行上面看 比传统你独立行券商业务的说 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其实这个就围绕一点 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那个 就是叫做 怎么说呢 就是内地政策对银行来计 你可以看回就比较公平一点 就是你譬如对上那一段 刚才提到就是那个 让你问题 令你利用可能有些影响 那变上这又给你一点甜头 可能在另一边商 又多了一点利益 那变相打个和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